奥运最难破的世界纪录,咱们中国占据了一半,两女神榜上有名体育是人类文明当中的一部分,但是在特别的时间和地点会出现特定的人物,这些人物从生物基因角度的来说,他们的运动细胞,他们的骨骼结构不同于寻常,故而在某些领域表现得特别出色,就如同咱们的马云一样,特定的时间就出现,了这么一个特定的长相怪异的外星人。 这个外星人身上背负着巨大的使命,背负着改变人类生活的重任。在体育界当中也有这么一些人,他们创造的成绩也是很难被打破的,咱们一起来看一看,菲尔普斯,这货已经参加了五届奥运会,将牌数或者说金牌数咱们就不说了,为啥,因为这东西对他来说就如同吃一顿红烧肉一样简单,我去,这货真是让人佩服, 就是因为他的成绩非常突出,故而曾经有科学家专门对他的身体结构进行了研究,得出的结论是,他的上身和下身的比例是最适合游泳的。 这么乍一看,菲尔普斯的肌肉也不是最发达的,或者说根本就谈不上发达,但是仔细看会发现他的上身特别的长,而且身体线条窄,再加之他的心脏排量以及肺活量的先天发达,这造就了这样一个游泳奇葩。 说实话,奥运会上想再出一个这样的人物,不知道还得等多少年,看到这个动作,想必大家都知道他是谁了。 博尔特,也是近似于外星人的一个特别物种,这货从,09年柏林开始就打破了世界纪录,至于其他创造的成绩,咱们就不说了,因为没意思,这货也是人类当中的一个奇葩,他的另类也让很多科学家对他开始了研究。 最终得到的结论是,天生的跑步天才,据说是脚步跟进肌肉和结构,张的和别人不一样,才导致了他有如此的速度。 同样要出这样一个天才,不知道要等多少年。 张仪宁,貌似已经翻出了大家的视野,随着退役,随着没有遗憾的离开,他的声音也慢慢消失在了迎瓶中,同样的特点,那金牌拿到手软,拿到没有感觉。 相比之下,张仪宁则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在里面,为啥,中国的乒乓球在这么一段时间里,一直都是强项,而张仪宁所在的这段时间和空间里,恰巧又没有多厉害的对手,所以可以一直称霸乒乓球界,当然,这和他自身的性格和努力,也是分不开的。 福明侠,最早出道的跳水运动员,他所在的年月里,从来就没有听说过第二。 只有第一,和张仪宁一样,嫁了一个好老公,嫁了一个疼自己的老公,现在都过着父太太的生活,之所以把福明侠列出来是因为,他的成绩,他的多年的成绩,一般人是很难去撼动的。 中文字幕 雪恶小偿 在中文字幕 雪恶小偿 感谢观看